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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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起来我基本上都是泡一杯喝 还挺方便的 这个牌子应该不用我多说了 我相信有蛮多小伙伴其实都是在喝这个的 因为我开始喝这个其实就是被身边的好几个朋友种草 尤其是前段时间约一个朋友就有一段时间没见的朋友 然后出来吃brunch 就感觉他整个人容光焕发 他就跟我说一直在吃这个 所以呢我最近就也打算来吃一段时间看看 但毕竟是吃进去的东西 所以在吃之前我还是做了蛮多的功课的 大家平时在买这一些类似于胶原蛋白内服产品的时候呢 一定一定要去看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分子量 分子量太大或者说是太小呢 其实我们人体都不太好吸收的 所以无论说它里面含量有多少 你没有办法吸收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然后VIA GLOW这一款的话 它是里面一包呢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 2000道尔顿的一个分子量 这个分子量就是在1000到3000之间呢 就是最容易也会最多的被我们的人体吸收 然后他们应该是目前就全球销量第一的 这种胶原蛋白的美容品牌嘛 很多人说是吃个一两个月吧 无论是皮肤整体的一个紧致度啊 还有脸上的细纹 眼角的鱼尾纹啊木耳纹这些呢 都有蛮大的改善的 所以我也打算就持续吃它两个月 看看会不会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然后今天的活动我也还蛮期待的 因为他们在那个Saint Monica那边订了一个Rooftop的餐厅 关键是他们的创始人Anna也特意 从澳大利亚就是飞到这边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还蛮期待就想要跟她见面的 她还挺传奇的 这次也是为了要庆祝他们品牌 终于就是要入住Niemann Markers了 所以呢之后在美国这边就会有很多线下的门店 以后在北美这边就买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OK不多说了我打算美美的收拾一番 然后就去准备参加活动啦 终于捯饰完了 离出门的时间呢还比较的充裕 所以迅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搭配 上衣穿的是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穿的 Misbehave的小上衣 然后裤子的话是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过的 Lekidmy的米白色的一条长裤 然后身高不够 必须靠后底鞋来凑的这一双Prada的后底鞋 然后因为衣服的链条它本身是这种金属感的嘛 所以项链最好就不要再过多的做文章了 带了一条比较精致的小小的一个 至于包包呢打算拧Gucci的这一支Jackie1961 然后因为现在时间还有点早 我就怕海边早上挺凉的 所以呢就还拿了一件小小的针织衫 OK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出门吧 早上的shopping mall真是空无一人 但今天阳光特别好 啊我看到了 就是那一家 是真的吗 你很可以哦 对不对 Carrion TikTok Carrion TikTok everywhere 我现在已经回家了 听到旁边老天说泡面的声音了吗 某些人在这疯狂的吃泡面 然后刚刚从他们那儿回来 拿了一袋goody bag 里面东西还蛮多的 首先这款就是我今天早上吃的 那个嘛海洋胶原蛋白粉 然后这个是原味的 另外它今天还有 多给几个不同的味道 刚好我可以尝一下 橘色这个是一个芒果口味的 另外还有两个是我还没有尝试过的产品 绿色这个的话是针对皮肤暗沉的 主要就是可以提亮皮肤的光泽度 让你整个人看上去更有气色这种 然后最后这个红色的是 主要针对掉发的这种情况 也是一个supplement 那是超级的大方 我感觉所有这些东西都 够我吃上一段时间了 最近这个星期真的都挺忙的 下午我得赶紧就是 把周末的视频给剪好 现在呢我去卸个妆 然后认认真剪视频吧 现在外边是 33度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穿了什么 一件羊绒的毛衣 长裤 再加上我最近特别喜欢的这双小雨靴 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但其实这对于时尚博主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今天呢我们要出门去有一套拍摄的任务吧 9月底的这种时候可能绝大部分的地方都已经成功入秋了 然后我们大概就是上星期入秋了一个星期 结果今天呢又完全升温到了夏天的这种情况 不过没有关系 我还是打算呢 带一件这种大大的黑色T恤出门 一会拍完就可以换上 然后今天包包打算拎这一只 Stan La Me Carney的包包 这只粗链铁的包 我感觉特别热的夏天没怎么背 但今年春天也是背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现在秋冬天又可以拿出来拎啦 等拍完照片鞋子也不可能继续穿这个雨靴的 所以呢我还是打算拎上一双凉鞋出门 最后镜子前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阵身 裤子是褶皱三宅的那一条 OK那这就是今天的搭配 临时搭配 出门吧 我想喝ideology 我们拍完啦 哇真的热炸了我的天 说热就热 前两天我跟娜娜还冻得四色发的 我们打算去买一杯好喝的冰咖啡 哇塞这个阳光实在太好的 显得皮肤好好啊 看吗 看吗 超红色的 很红色的 它只需要一秒钟,但我喜欢它 对,我喜欢这种味道 对,它就像一个酸辣,甜的香味 他们家的拿铁真的是我最爱喝的了 虽然说里面几乎全都是奶 然后老田今天试了一个新品 这个是相当于是咖啡加tonic water 带气的那种,还有一点酸味 就这种东西就是你第一口喝上去觉得好奇怪 然后你再喝第二口第三口 又觉得好像有一点上头 觉得喝着还挺上头的 还挺好喝的 我们现在出发去跟两个朋友见面 因为约了他们去看一个沉浸式的展览 就梵高的那个沉浸式展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都以为结束了 但好像就是因为反响太好 所以他们现在又加场次了 赶紧趁着这一波去看一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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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就你会让你觉得说每个作品它动起来之后更有故事性一点 对如果没看过的在洛杉矶的小伙伴们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的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打算去吃晚饭 已经种草了很久的一家小酒馆 太久没有去撸串了 而且我看那一家它整个装修都装得特别有味道 就很有国内那种感觉 要等位 又过去了20分钟还没到我们 都开始喝奶茶了 嗯 是我们的 太老太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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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个 来 走一个 好,好,好,好 哈哈哈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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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真女生 不要以为是你们的电脑出问题了 这一段真的没有声音 第二天起来之后 我的嗓子整个压掉了 所以现在跟大家voiceover一下 这一天呢是出去逛街了 然后穿了一个ENK的小上衣 特别特别的可爱 又有点复古 然后裤子呢是Lily Silk他们家的 搭配的是Chanel的凉鞋 最近呢一直都在穿 然后领了Chanel的22 其实今天主要就是约了Chanel的Sales 去逛一下他们今年秋冬的一些新款 刚好呢就约了朋友一起去看一看 然而店里面依然是没有我想要的那一双雨靴 看到了一只小的圆筒包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但是这个好像已经是 不是新一季的单品了 后来又去了巴黎世家的店里面 再一次试背了那个Lekago那款包包 在白色跟牛仔之间还是有一点纠结不定 所以呢最后也没有买 后来墨镜狂人试了三副他们家的墨镜 纠结了老半天 最后呢就买了两边都有logo设计的那一款 逛完街晚上我们就跑去了Satown那边的一个日式居酒屋 他们家的各种菜真的都很好吃 如果在洛杉矶还没有试过的小伙伴们 强烈推荐你们去试一下 我会把他们店的地址呢写在视频的下方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跟我的长头发说拜拜了 拜拜呢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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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短了大概这么长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剪的更短的 但他就说我现在头发最上面的一个层次还蛮高的 所以如果下边不保留这个长度的话 可能整个头就会显得很大 这个角度看来是不是更加好看一点 还可以不 坐在里面两个小时实在渴死我了 现在已经快下午的五点钟了 但是呢我并不打算直接回家 因为这个点马上再到六点钟就刚刚好是 开车一路向西往回走的那个西晒的时候 哇这个事情真的前些天大概发生了一次 我觉得非常惊险的事情 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点吧 我就是从东边这边然后往西开回去 在高速上面我真的是眼睛被晃到那种 根本看不清楚高速路上面 就每一条车道中间那个分隔线 我本来眼睛就是一个无敌未光的人 然后太阳慢慢下山 但是又没有完全下去那个时候的阳光 真的是你车子上面的这个遮光板是完全遮不住的 我眼前就是茫茫亮的一片啥都看不见 所以那一天真的开回去的一个小时 我胆战心惊完全是在凭感觉开 而且呢在高速路上开的俱慢无比 我就感觉我后面的车就是叉叉的 从两边疯狂的抄我 最后开到家我真的很夸张的 手心脚心都出汗了 发誓我再也不要在这个时间点 从东边往西边开了 我打算一会儿就是先去我朋友家里面坐一坐 刚好我刚刚买喝的时候 就顺便给他们买了两杯奶茶 再去约他们一起吃个饭什么的 等到天都黑了之后 太阳正式下去了之后我再回家 My friend的妞妞 你把三两次啥碗 哎呀妞妞 真的我太激动了妞 臭东西 臭东西 还有Kimi小朋友 Kimi Kimi 臭一个给大家臭一个来 快给大家臭一个 Kimi 哎呦哎呦 又见见了 我这个形象不太适合出镜 给我打个马赛克 感觉才在那个喝酒那一波里面见过 是的 才在喝酒那一波 我宿醉今天才退好吗 又见到了你 你真的假的 宿醉的感觉又回来了 我跟你说我现在你看我手机里面 你就杀了吧 你留着干什么 大爹 想留着我们黑历史吗 太可怕了 很可怕的 就是那天晚上玩游戏 然后自动保存下来的视频片段 而且全是死亡角度 全是从下往上拍 全都是照鼻孔的那种角度 什么死样子呢 哈哈哈哈 太傻了 一起拍一张照嘛 你饿了就去吃了 怎么饿了 喵我们一起拍一张照 Kimi就硬要怼在这里挡掉半个镜头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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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我们去吃一个成都小吃 哎 哎呀 行行行行 走 给你把镜头挡死 可以 门 喵 Mete 切 温 我们 time 喵 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弄到最近的饭点真的提前了很多 以前她都是可能五点半跟我们差不多时间 想着可以吃晚饭了 结果最近都是四点钟出头 就一直求吃饭的那种眼神 如果到四点半还不给她吃 她就会有一点不高兴 我们打算晚上在家里面弄包仔饭吃 但是现在时间还太早了 要不然闲来无事 跟你们推荐一波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吧 先给你们看一个大家伙 吓不吓人这个包装 这个其实是我昨天去朋友家玩 然后她给我带回来的 说是在Costco买的吧 特别特别好吃的那种 我们还没有吃过 当时她刚给我拎出来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是一袋狗粮 这么大包的虾片真的是绝了 酸香口味的一个虾片 要不先来试试看 哇塞 看这个虾片一打开 我感觉我的整个脑袋都会埋进去的那种感觉 特别夸张 一吃大大都一吃了 真香很容易 很好吃啊 好吃 那看一下卡物理 应该不够了 160 它可以 他说40片虾片 160卡 牌子掉了 这个 我还有几款真的是我们 我跟老田都特别喜欢吃的 一直回购的东西 我拿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首先 就是上一期Vlog 你们还有印象吗 当时我们去Catalina那一天 然后在车上不是拿出了一块蓝色的 看着很像纹香片的那个饼干吗 就是这个牌子的 然后那个蓝色的呢 它是一个海盐芝士味的 真的绝绝子的好吃 然后我左手边这个呢 是一个巧克力味道的 这个也是我已经回购大概第三次了 它们一共有三种口味 除了这两种之外呢 就还有一个抹茶口味 但是抹茶口味我就一直没有试过嘛 所以这一次回购的时候 我就想说买来试试看 咱们来试试这个抹茶口味好不好吃吧 它的包装就颜值也非常的高 而且我很喜欢它里面全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 每一块里面呢是有三片 而且设计的是特别薄片的这一种 这样子的饼干它单独给你包装的 你就不会一次吃太多 所以心理负担的也不会很大 上币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起司 嗯我也吃 那抹茶就要重 嗯抹茶我不推荐 抹茶就是太抹茶了 完全把饼干的那个奶香味给盖住了 没有奶香味 就是完全感受不出来 不会害怕 嗯这个不好吃 不喜欢 给你们扫雷吧 抹茶我也不要买 但上次那个海盐芝士我也可以买 然后就是这个巧克力味 这个巧克力味 一句话来形容就是那个奥利奥饼干 上面那个巧克力那个部分的味道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就设计得特别薄片了 我觉得我买的零食怎么说呢 都是属于那种一包东西 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的 只要保证那个运动量在 就零食稍微吃一点 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 太香了 你看就也是这种特别薄片的 我想说我每天比如说上午吃一包 下午吃一包 是不是心理压力 也不太大 就没有什么负担感 一盒里面还挺多的 可以吃很长的时间 重磅推荐 慕名人家的老新疆奶疙瘩 这个的热量就是有一点高了 但好在它设计的也不算 特别大坨吧 你每天吃一个就也还行 这个不能吃多 吃多了会上火 每天规定自己只能吃一颗 或者两颗 超好吃 这个真超好吃 然后还有一个是老甜的最爱 来拿过来 新买了两包 结果呢 这个包现在可能还剩下最后一片了 全被老甜 昨天一个人吃完了 算你还有一点点良心 留了一大片给我 你看特别有厚度 嚼起来非常脆 然后口感又很好的那种 它锅巴缝隙里面就全都是蟹香咸蛋黄的味道 OK再然后呢就必须是三顿半他们家的咖啡了 有多少人跟我一样这么后知后觉 就是才知道他们在北美这边现在也买得到了的 自从我跟老甜其实去年 哦不对 今年年初就搬家之前 入坑了那个素溶咖啡 就为了涂方便之后 我们家的咖啡机真的再也没有拿出来过了 然后三顿半的话 我也是被国内各种种草帖子种草很久很久了 首先就是你看它包装颜值真的超级无敌的高 然后数字咖啡的这种概念 我觉得也还蛮新颖蛮有趣的 六种口味一盒的这种 它上面的这种数字就也非常好理解了 就是代表着咖啡粉的一个烘焙的程度 一跟二呢就是浅烘焙 然后它的味道是酸味会比较出挑的那一种 然后三到四的话呢就是中度烘焙 这盒里面四只剩下最后一颗了 三跟四也是我平时个人最喜欢的 因为无论是拿它直接做冰美式 还是说做一做冰拿铁啊 它们都很好喝 味道是特别均衡 再然后五跟六的话呢 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重度烘焙的 泡出来的咖啡呢就会比较的偏苦一些 口感呢会更浓郁一些 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就我在视频里面跟你们推荐过好几次的 那个夏威夷的素溶咖啡 相比于那一款呢 我觉得三顿半它们家的这个咖啡粉就是 溶解的速度真的更快 而且呢会更加的彻底 我给你们打开一个看看它里面 咖啡粉的研磨的程度吧 因为它是通过低温冷冻干燥得到的咖啡粉嘛 所以其实无论你是加冰水还是热水 牛奶呀还是别的 多是倒进去大概三到五秒就溶解了 反正如果还没有试过它们家咖啡的 真的可以去试试看 又方便又好喝 这最后一个丝毫灯被我打开了 要不然我就去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深烟拿铁来喝喝 再来一点厚椰乳 你们有没有觉得我的头发今天看上去好像比昨天刚剪出来的时候更加好看呢 有没有 我觉得有 也不有 那么你 会让你来干吗 还没想到 谢谢 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